森林是地球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然而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带来的威胁与日俱增 前沿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工具 因而解决这些挑战成为可能 巴布亚新吉内亚正走在森林创新的前线 拥有世界第三大雨林以及全球7%的生物多样性 该太平洋岛国97%的土地实行习惯所有权 也就是说他们属于人民 巴布亚新吉内亚的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 正在使用先进技术监测他们的森林 在其他地方 摇杆和监测技术帮助应对火灾 火灾是森林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 通过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减少火灾风险 创新不仅改变了我们监测森林的方式 创新也扩大了木材和森林产品的使用范围 在2030年我们必须要居住3多亿人 但整个建筑局是担心 为约37%的预充和工程的预充 我们必须找到更好的方式建立 这就是当大墙的墙进行 它减少了加热的构图 木材的使用场景还在不断增加 如包装、化妆品等 最新进的木质产品还被用于医学领域 如石膏、可生物降解的医疗设备以及抗菌霜 木材甚至开始提升服装和时尚行业的可持续性 目前约60%的纺织品使用塑料材料 人们真的想知道哪些衣服装是製造的 而且选择更多质量的选择 我认为使用木材的材料 可以变化了一切 我能看到这种材料的材料 可以带到服装商业 这是非常兴奋的 从监测和保护森林的新方法 到提升可持续性的技术突破 森林创新将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 发挥关键作用